今天就来到我们近期两门的工作主题阅读的第四期 然后我们继续跟着袁长庚老师的书单一起来读 这一次我们读的这本书叫《寻找门卫》 那门卫可能是 首先这个门卫的概念 它可能跟我们现在所想的这种小区的看门大业啊 这种中国的形态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那它指的其实是纽约的存在于纽约的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尤其是在95年就是当这个作者开始注意到门卫这一个工作现象的时候 那他们可能更像我们现在的有点像是高级公寓的这样的一些守门人 那他会保护大楼的住户的安全 他可能会核查来访者的一些身份 那他也会帮助住户去打出租车进行一些这样的工作 那他当然还有说 兼具说一个很主要的工作内容是 避免让心怀不轨的人进入他们所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那包括牵手包裹啊开门啊这样一些日常的工作 寻找门卫 那门卫可能是看起来离我们非常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 但是我们却鲜少的去关注他这样的内容 我们会觉得可能想起来会觉得说一个门卫他的工作除了 在那坐着然后好像在观察一些人 但他们真的能看出什么门道来吗 他们的工作应该很无聊吧 除了有这样的一个粗浅的概念之外 其实我们对门卫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 那比尔曼的这本书 他帮我们去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门卫的世界 然后他也可以帮我们看到说 其实门卫他用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很多 他工作中的问题 当然这个工作是非常不简单的 那比如说文卫其实他也在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事迹难题 就是如何让工作看起来很闲的自己 但是却跟住户也就是他的监督者并不产生矛盾 甚至是有一个比较亲密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他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的运作的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些话题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可能我会摘取很多 可以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会有些相通 或者有些启示的一些新的东西 那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它是分为整个七个章节 去向我们展示了门卫的一个陌生的世界 比如说作为一个门卫你是如何去获得你的工作的 你整个工作的一个体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真的如外人看到那么无聊跟简单吗 那门卫跟住户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互动 它会诞生怎样的一些张力 包括在纽约 门卫会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他们每一年都会收到住户给他们的圣诞奖金 这个圣诞奖金的占比还比较高 那包括他们因为他们的工资去实行罢工这样的一些事件 那在这样的一些很细密的研究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说门卫它作为一份工作 那所揭示的很多跟我们共通的场景 那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在开始阅读这本书之前 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比尔曼 他是一个社会学家 他为什么会对门卫这样的一个主题感兴趣呢 其实是起源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1987年的时候 他所在的那个大学其实是 北卡罗莱纳大学一个分校 那他被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做这个报告 当他从这个小城市来到大城市纽约的时候 其实他是有一点不是很熟悉的 甚至是有一点戒备心的 那当他完成这个报告之后呢 他们当时的系主任就说来家里坐坐 然后那天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氛围是一个雨夜 然后夜里是很寒浪的 就整个都有点像是这种好莱坞大片一样的感觉 然后他一个小城市的老师 他战战兢兢的来到系主任家的这种 比较高级神奇的公寓 然后公寓的大门是紧紧锁住的 只有一个门铃 周围也没有人 他按了一下门铃门开了 他静止走进去的时候 后面突然窜过一个人 把手伸到他身后 他当时马上就开始幻想说 难道是黑帮吗 这个人会不会杀了我 我不是一个纽约的人 这个城市很陌生 很向我害怕 那这个就是他出见门位的一个场景 当他见到了系主任的时候 他很慌张地跟系主任说 我刚刚发生了什么遭遇 然后那个系主任向他解释说 原来那个仕途挡住比尔曼进来大门的人 就是这栋大楼的门位 那对比尔曼来说 他生活的小城市是没有门位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那这是他对门位的一个初印象 这个印象是非常惊奇的 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这样的一种印象 那又隔了11年之后 到1998年的时候 比尔曼真正地搬到了纽约去工作 那在当时书中形容是说 比尔曼来到纽约之后 他发现原来门位和贝果 这两样东西是纽约一个独有的现象 那他们家的公寓楼下面也有门位 每天早上当他走出公寓门的时候 这个门位都会对他说 早上好 比尔曼教授 那在这样的一些互动之中 其实他看到了很多 对他的做社会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很有启发的事情 比如说他认为 其实对于门位来说 他所服务的这些人的社会阶层 都是远远高于自己的 那在这样的一些 是交距离非常近 但是社会阶层却非常远的 这样的一系列的矛盾之中 在他们的一些互动中 是会感受到一个很强的张力 那这个张力是会给他带来很多研究的兴趣的 那在这些问题的驱动之下 比尔曼他就借助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门社会学的导论课 跟学生们一起开展了这一项针对门位的田野调查 也就是在这本书之中 其实所有的研究啊 包括观察访谈和记录 都是比尔曼助教和学生 为了这门课 这门研究的报告所提交的 那他整个带有非常强烈的一个社会学的一个气质跟氛围 那这本书呢 在英文他就叫道门 那在中文的一本呢 改成说寻找门位 好的 那我们可以看 想象就是经过这个田田提要去想象说 其实这个门位跟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这个门位是非常不同的 那在国内来说呢 门位的他的一个职业化程度是比较低的 好像大部分人都是退了休 然后再去找一份兼职 才去做门位的这样一份工作 那他的薪水也是比较低的 责任也不太相同的 比如我们所居住的这种密度很大呀 这种开放式的这种比较普通的这样的一些小区 其实是这个门位的概念 跟书中提到的这个门位的概念是大象径庭的 他当然不会帮我们收快递 也不会帮忙打车 那在寻找门位中的这样的一些一群门位 他们其实做的是一份更体面的工作 那可能出乎我们想象的是说 根据比尔曼的推算 一个门位的薪水 包括圣诞奖金 包括一些零零散散的小费 加起来一年可能有五万多 将近六百美元的收入 那在当时 其实是跟多数高校里面的 社会学的一些助理的教授的收入 都是相仿的 好的 做完这样的一些铺垫之后 我们再去回到我们的这本书去来看说 我们来寻找这样的一群门位 它会对我们带来怎样的意义 一个美国的门位 它似乎相隔甚远 但是其实它的很多工作的细节 也是可以映射到我们今天的一些工作生活的 那这个 在它研究门位工作的时候 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 也是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的 比如说像摸鱼 我们摸鱼的时候 其实就跟门位的这样无聊的一个状态 是并存的 那比尔曼又是如何引入一些生活学概念 去解释这样的一些工作中的细节 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那在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 比尔曼也提到说 其实大部分的社会学家 他们都会聚焦于一些隐君子啊 妓女啊 这样很吸睛的社会学的一些研究 那比尔曼为什么放在寻常的门位 把焦点放在这个门位身上 我们之前提到说 他们在空间距离上很接近 然后在社会纪律上非常远 那包括也提到说 我们作为上班族 可能每天至少会跟门位接触两次 但是对他们的生活 却是值之甚少的 那这样非常多的一些落差 会对他的社会学研究 带来一些张力 我们首先可以 从这样的一些点去切入 来看看跟我们的工作的一些关系 我分了几条 那第一条就是找工作跟弱关系 门位的工作是怎么样得到的呢 在书中 那比尔曼跟他的学生经过研究说 其实大部分的门位的工作是被推荐的 那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叫弱关系 弱关系的优势 那我们自己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也会有一些经验说 你把你的简历给你的朋友去内推 那这样的方式 其实是比自己找工作 投简历去省力太多了 那在纽约的门位世界中 这样的一些被推荐的弱关系 它主宰了所有获得门位工作的一个途径 比尔曼引入了这个格纳洛维特的一个弱关系的研究 这篇论文 那这篇论文的作者中发现说 其实在美国 很多的人的工作都是由一些弱关系去引进的 有点类似于这种推荐关系 那甚至说 你们一个偶尔在地铁站台上的一个碰面 然后你们聊聊近况 然后说你最近在干什么 我可能考虑换一份工作 那我知道拿到哪里正好在招人 你可以去试试看 那事情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一些手法就换成了 尤其是在美国 我们之前也提到说 其实门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它的收入平均来说都有4万美元左右 并且每年你至少会得到1万美元的小费 超过了美国70%的人 那如果你担任了门位这份工作之后 它的任期是一般比其他的工作时间都要长的 那这样长的任期 它会进一步减少说门位的工作的一个流通率 就好像我们在现在的工作市场中 发现说好多岗位从来不会在市场中流通一样 那找到一份门位的工作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关键是你必须要认识一个人 那这个人他会有一些跟门位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关系 那有的时候你越是刻意的寻找 反而会离这份工作越来越远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比如说在纽约其实 门位是专属于某一个族裔的 那他们会比较喜欢内推语说 自己同族的这样的一些人去来进行 去来担任这个岗位 那他整个的这样求职的过程 其实就是在亲属啊朋友啊 同族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非正式的网络中运行的 那他一方面当然给那些接触这些网络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 说我可以进入到门位的这个工作系统中去 那另一方面他阻碍了很多个问题的进入 这样的市场看起来是不公平的 但是实际上BMW却认为说 他却是一个更加理性的这样一个市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我去找一个门位 我去给我的大楼应聘一个门位 我要希望他有什么条件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优胜劣汰的 正常的一个筛选机制的话 我们可能会选英语说的很好的人 那整个人性面向是非常亲和力的 他是不是有一些安保的这样的一个资格的证书 那我们会通过这一系列很客观的条件 去筛选一个门位 那当我们去拿出这些筛选条件的时候 很有可能只会雇佣到一些年老的 然后彬彬有礼的这样的一些人 但是在真正的去做门位的这行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跟资格证书上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是相距甚远的 尤其是我们也可以拿今天的工作来比例 其实学习的过程包括义务教育啊 到大学之后啊 整个的一个评比 它更深刻的是培养了人的一种自律性 但是自律性 它又跟工作中的比如说创造力啊 比如说我去作为一个 营造一个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啊 它是具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偏差的 那面试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我们仅仅通过不管你是一面两面三面 还是怎样去面试员工的时候 很难去避免整个几张纸 或者那几个小时所带来的伪装性跟欺骗性的成分 那也就是比尔曼说的 为什么其实他认为这种推荐的方式反而是更合理的 因为人们会倾向于认识说跟自己价值观相似的朋友 一个门位他介绍的另一个人 那这个人起码在他心中是适合这份工作的人 那他绝对如果他是一个好的门位 他绝对不会推荐一个自己都信不过的人 那雇主就会利用这样的信息去提供一个推荐的一个模式 那获得门位工作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说 其实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 叫柠檬市场 门位工作就符合比尔曼所引入的 这样的一个柠檬市场的概念 什么是柠檬市场呢 首先柠檬是一个美国的礼语 它是说一个购买了之后 你拿到手之后才发现品质有问题的车子 就像房子一样 你只有拿到手了 你只有真正的使用它了 你才会发现它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在市场上没有办法分辨车子的好坏的话 比如说二手市场上这个车子有20万的有15万的 那大部分人只愿意付一个平均价值 也就是17.5万 那他绝对买不到那个好的车子 他只能卖到那个差的车子 那卖家也只能卖差的车子才能获得利润 导致说市场上只会流行一些品质比较差的产品 那柠檬市场也是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正如好房子不会在市场中流通一样 好的工作甚至是好的朋友 在市场上流通的概率也比较低 那他为什么说好朋友 在市场流通的概率比较低呢 就是我们却可以想象自己之前结交新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当一个人进入一个新的社群的时候 那他会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理解这个人 那你会有点像是随机 或者是你只会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区域去接触一个新的朋友 那这个首次的友谊通常是比较短暂的 他这里用一个比较粗暴的解决方式 就是说总结方式就是说 越是无趣跟不好的人 他们越难以拥有真正的朋友 越是无趣跟不好的人 他因为没有拥有真正的朋友 所以他有了更多空闲的时间 所以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结交新的朋友 那在这个门位找工作的市场中也是同理 不好的工作是很难 匹配到不好的员工的 那好的工作他在 自己的岗位上待的时间更长 他的流通率更短 那 他是一个好的工作 在寻找好员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双方他都会在一个内部信息中去寻找策略 所以他们放弃了一个平等的去 择优选择的 根据资格证书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 就是在自己周围的工作中 或者是在生活中有那些柠檬市场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例子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那 他也提到说其实不好的工作 是很难匹配到不好的员工的 就像是两个无聊而偏强的人 他们很容易迅速的避开彼此 那不好的员工他在不好的岗位上 他待着的时间一定是比 更有耐心的这样的一些员工短的 所以不好的工作跟不好的员工 都会拥有更多的流通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会看到 大量的空缺职位 跟大量的失业人员同时存在 那这也是为什么门位工作 整个系统会偏向于说 采用这种弱关系的方式 去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的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无聊跟压力并存的现象 那在今天的一个社交问题上 我们会发现说 带心摸鱼指南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是好像成为了一个必备异能了 小红书上还有那种 带心摸鱼的一百种方式 大概是让我们 就是好像看起来说 带心摸鱼其实是一个非常惬意的 一个非常可以略作 这个揭开就是避免压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但是我们真正摸过鱼的人 就真正在职场上摸鱼的人 我们都知道 其实摸鱼的时间也是跟焦虑成正相关的 那不管是我们身处于任何一种监督体系里 长久的摸鱼它必然 伴随着一种压力的 那比如说 这个上司观看的压力 比如说 嗯 无聊本身的压力 像我们 如果你突然放 一个月两个月的假 一个月两个月的假 然后你没有事情干 这件事情本身 它就会让这个惬意的时光变成一种焦虑 包括如果你有的事 别人没有事 在他人的忙碌中 我们会形成一种压力 那包括KPI考核的这样的一些硬性的压力 包括当我们真的非常的 闲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意义之闷的压力 所以真正的摸鱼 或者说长久的摸鱼 其实它必然是跟压力共存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里不排除一种情况 就是说整个 整个公司 比如说 更传统的一些公司 甚至我不知道是不是 一些办公室工作 他就会将无聊视为正当 那所有人都理所应当的摸鱼 这可能会让这个摸鱼的 摸鱼的这个正当性提升 那对门外来说 其实无聊是他们工作面临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受到住户的监督的 那他需要去在住户面前获得一个 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印象的 但大部分的情况下 住户他面对的仍然是一些 无所事事的门位 然后更糟糕的是 他可能会发现说 在很多 比如说 我们家里漏水了 或者是 其他一些需要门位帮助的情况下 我们去打给门位 这个时候门位却通常找不到人 或者是他们 就突然忙了起来 那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找不到他 然后你每天又看到他 无所事事的时候 住户当然会积累一种愤怒 但是他们忽视了说 其实 有很多时候门位他们 一直在忙一些 没有办法观看到的事情 比如甚至他们 倾听住户讲话呀 包括他们去 同时处理几件事情 在同时接快递 同时去辨别来访者 这样的一个身份的 这样一些事情 同时发生的时候 住户是看不到他们 正在进行一些工作的 那 可以类比一个场景 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办公室里 我们的工作是不饱和的 那我们是很容易 被别人借走的 那你来帮我做一下这个 你来帮我做一下这个 但是你可能忙碌的一天 都是一些很没意义的事情 然后你的上司 那里也没有任何的认可 他觉得 你今天好像什么事情 都没有做 那在这里 比尔曼跟他的学生 其实也向我们展开了 门位的一个真实的世界 就是在这个大厅里 事情 在这个门厅里 事情总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包括送外卖啊 包括接二连三的访客登记啊 包括他可能要同时 要去帮度假的人拿行李 那他可能要帮另一个 出门的人叫出租车 在很多时候 这样的事情 可能是同一时间发生 比如说早上九点 这个事情同一时间发生的 这个时候他就会忙得脚不沾地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控制 打听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流 他没有办法同时为所有人服务 也就是说门位的生活 他存在一种情况是 忙的时候忙得脚不沾地 但是闲的时候却非常长时间的 无所事事很无聊 就给他们带来另一种的压力 那在这样双重的压力之下 门位他如何继续跟住户保持紧密的关系呢 就像是一个一直摸鱼不工作的人 然后老板觉得怎么叫你 你也叫不着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 他们是如何维持这个平衡的呢 其实门位是非常巧妙地解决这个方法 他通过对住户的一个长时间的观察 去看看这个住户 他喜欢交怎样的朋友 然后他喜欢点一些什么样的食物 那他平时一些电影的偏好 他喜欢点一些什么样的酒水 那通过对住户的长时间的观察之后 他会对这个住户形成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了解 那当他了解了这个住户的时候 他会引导住户去聊这样的相关的一些话题 然后或者说对住户表现出说 哎 我很重视你啊 我很理解你 我的工作是很尽责的 那通过这样的一些关系 包括说我记住了住户 他所有朋友的一些名字 那当他朋友来的时候 因为说哎 不用登记 我知道你可以直接上去 那通过这样的一些亲密性 他拉回了说之前 住户认为自己无所事事的 这样的一些负面偏见 那在这里 他跟住户达成了一个和缓 去缓解了自己工作的一个压力的状态 那感觉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很厉害的一个技能 好的 那在后面的时候 其实比尔曼他也提到了很多 由于门卫跟住户 他的一些张力 去引发了一些有趣的互动 那这里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个隐私的问题 他所带来的一个阶级的一个影响 那对于门卫来说 其实他是知道 住户的几乎所有的隐私的 不能说几乎所有 但是大部分的 包括他外卖喜欢吃什么呀 这样各种各种的 很隐私的事情 他都是很知道的 但是对于住户来说 他对门卫 其实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 那对于我们 这种普通的工作者来说 我们当然是非常关注隐私的 比如说之前在这个 微博上或者其他社交媒体上 他会有很多 很多人去说 是不是丁丁或者非诸的 这样的一些办公软件 他去暴露了员工的一些隐私 那相关的这些事情 总会让我们影射到自己 然后这样的一系列话题 都会冲上热搜 这些都引发了我们 就是一些对隐私的恐惧 那作为一个打工人来说 他当然非常惧怕 公司知道自己的隐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现代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员工和公司 他经常处于一个 天然对立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的 也就是说 员工不能在公司表现出 自己是在一个休息的状态 如果他在公司表现出 我很闲 那么对他老板来说 就意味着损害了 自己的利益 所以员工相当于 一定要严密死守 自己的所有的摸鱼活动 跟闲聊 这样的一些休闲活动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心照不宣 这种情况的发生 是非常常见的 那另一方面 因为在职场环境中 所存在的各种竞争关系 也让隐私显得特别重要 那领导层 他当然也注重 保护自己的隐私 他去维护自己的 不管说是神秘感 还是一个独特的阶级属性来说 但是对住户和门卫来说 住户反而敞开了自己 他们在门卫面前是非常坦诚的 我喜欢几点吃外卖 然后我家的狗狗是不是咬过人 他的脾气好吗 然后我今天上白班还是一夜班 甚至是 我是不是一周换一个男朋友 一个月换一个男朋友 那这样的一些很隐秘的事情 门卫都对住户了如指掌的 那住户为什么很少地展示出 对自己这些隐私暴露的一些忧虑呢 那比尔曼来提 比尔曼在这里也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 觉得门卫知道我们的隐私无所谓 那是 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跟 门卫是 尽管他知道我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消除这种亲密性的 那 比如说 在奴隶制的社会之中 那奴隶对于主人 当然是比门卫还要熟识千倍百倍的 但是在社会生活中 奴隶却不能利用 对主人的这样的一个熟识 却 实现自己的用处 去把这些私密性 去提供给谁 去换得一些 不管是精神上的 还是各种层面的一些用处的 那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 主人觉得奴隶是一个死人 所以 这个亲密性是被消除掉了的 那我们推辑到门卫跟住户的 门卫跟住户的关系中 其实也是如此的 就算是门卫知道很多很多 关于住户的隐私 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这种亲密 用于实际用途 也就是说 在住户的心中 门卫在社会学上跟自己 也是相距甚远的 那这样的亲密性 也是会被消除掉的 当然也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 是不是说 只存在 一个单纯的 亲密性的一个 削减呢 那在 其他程度上 比尔曼跟他的学生 他也调查了一些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门卫他有时候 在擅作主张 他在侵犯 住户的隐私 然后他去实现 自己的职责的 那书中举了一些 很有趣的例子 比如说 门卫觉得 十三楼 101 住了一个 这个男 男主人是非常好的 他很欣赏的 那这一天 他看到十三楼 101的女主人 带了另一个男伴回家 那 这个时候 如果正好男主人回来了 门卫会对他说 女主人不在 那他会进行 这样的一件事情 他去隐瞒 对方伴侣出轨的 一个事实 他觉得自己 在做一些好事 其实 这个 是在侵犯住户的隐私上 去实现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门卫也会 去提醒 未成年的女生 哎 你是不是应该早点回家 那 他还会做 有点类似于 没人一样的工作 比如说305 看上了 305的妈妈 看上了405的小伙子 那他们会通过 门卫这样一些中介 所以 其实 这样的一种 门卫对住户的 这样的一个了解 其实它是一把双刃剑 那 有时候这种过于接近 他对住户来说 反而带来了一些 信息的不对等 然后带来了一种危险 那我们再来看 每位生活中 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个地位的跃迁 那对于我们 大部分人来说 其实升迁是一个 可以说是 一个很确定的 一个职场的晋升途径吧 就是一个 成长的一个途径 那也是 大部分人的一个核心的目标 毕竟升迁是跟 加薪同时存在的嘛 那我们大部分追求的 也都是一个直击的升迁 而不是凝郁的一个升迁 它伴随着薪水的增长啊 它伴随着你的一个 办公环境的变化 但是我们去想 门卫的工作 门卫是没有 几乎没有升迁这回事的 它们不存在 直接的晋升途径 如果你是一个 好的门位的话 你通常是要在 自己的岗位上 待上十年 甚至十五年之久 你跟住户建立一个 长久的一个信任 跟亲密的关系 那你会知道 住户的一个喜好 你会知道 他们整个家庭的 一个具体的情况 那在这样的一些 互动之中 你们会对他们家庭 产生一个长久的一个 互相的一个信任感觉 那这是一个 好的门卫的 一个评判的标准 那除了这些 住户的信赖感啊 包括成就感之外 门卫是不是有一些 其他的晋升途径呢 那答案也是很神奇的 就是说 门卫跟住户 其实是互相提升 自己地位的 他们双方都是靠 对方的存在 让自己的地位 得到了一个越前 那住户 我当然是通过门卫 他给我的整个小区 带来的一种 那么高级的感觉 他帮我开门 他会让我彰显 我自己的地位 那他通过服务 我服务越厉害的住户 我服务 钱越多 然后社会地位越高 包括甚至其他地位 越高的一些住户 他对我的整个社会地位 是非常的有提升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的 那反过来来说 也就是说 对于这双方来说 他们都是通过 对方来实现的 自己地位的一个越前 那么对于门卫 来说 门卫 在这里 他把门卫分为两种 就是说 是不是说 我想获得地位的越前 那就意味着 我要卑躬屈膝呢 如果按照之前的 这样的一个推论来说 住户他通过门卫 给自己开门 然后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门卫通过住户的 一个社会地位 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这样的一个 双向的 这样的一个抬升来说 那看起来好像是 更懂得迎合住户 然后更懂得 卑躬屈膝的去服务 住户的这样的一群门卫 是更容易获得青睐的 但是事实上 比尔曼在跟寻生的 研究中观察 反而是这样的门卫 他是干不长久的 他相对来说 是一个坏门卫 那越是成功的 越是被住户 所信任的门卫 他会将自己的工作 看成是一种职业性的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一个区分呢 那首先是 卑躬屈膝的门卫 当他把住户 完全成为自己的一个 彰显自己地位的 一个体现的时候 那他很多时候会觉得说 自己没有得到住户 足够的尊重 因为在他的 整个世界里 这个阶级观念 他跟住户的这样的一个 阶级的差别是 最显眼的 那这些门卫也通常认为 住户是很无能的 他们会觉得 你们不就是因为 生得更好 你们不就是因为 获得了更好的教育吗 你们不就是 获得了更高的财产继承权 你们才能住在这里吗 但是在这些门卫的眼中 他们的住户就是一些 非常 非常弱的人 因为他们不能自己开门 他们需要门卫去给他们开门 他们总是养育一些傻乎乎的小狗 并且宝贝来宝贝去叫个不停 他们总是需要帮助 不管是水电 不管是开门 不管是访客登记 他们总是点外卖 那在门卫 这些门卫眼里 他们看到的是社会阶级 他们觉得 自己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的 有时候可能 住户他只是很正常的进来 他可能有急事 没有理门卫 那这些门卫 他们会觉得说 受到了打击的 但是反而是那些更职业化的门卫 他们会更懂得如何处理 跟住户的一些关系 他们会更懂得如何在这样的对话中 去抹除了阶级 抹除他们跟住户之间的一些阶级的差异的 那在比尔曼跟学生的观察中 发现说成功的门卫 他通常只是通过跟住户的一些闲聊 就能够让日常的相遇得利顺利的进行 但这些闲聊不是 是很有含金量的 我就不是说 我想到什么就聊什么 有些门卫会通过跟住户的一些观察 去划定那个聊天的安全区域 比如说我只围绕着天气 我只围绕着狗狗 我只围绕着一些住户感兴趣 但是又足够安全的事情 那当进行这样重复的 然后又是固定围绕着某个事情 进行一些闲谈中 就可以恰到好处的去拉近门卫 跟住户的一些亲密的关系 但是又可以维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而不至于说 比如说这个住户 他被自己的孩子所困扰 那你这个时候你突然跟人家说 那个邻居的女儿 多么多么优秀 他考了怎么样的一个成绩 那这样的一个聊天 当然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成功的门卫 他的工作其实是 也是非常复杂的 他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判断 然后去实现跟自己的住户的 一个有效的 并且有亲密性的这样一个沟通 那最后的时候 比尔曼也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圣诞奖金 跟圣诞奖金的一个例子 那我觉得这个也跟某些年中奖 会比较相似 就是说 在纽约的这些门卫 其实他有一个圣诞奖金的传统 每年圣诞的时候 住户会 拿一笔钱来 以感谢门卫过去对自己的服务 那这个其实是占据他们年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的 如果说一个门卫的平均工资是年收入五万美元的话 那奖金可能会有一万美元 也就是比较大的一笔收入 并且这部分收入是可以避免税收的 因为他通过一个住户跟类似小费的方式去赠予的 那在这里呢 圣诞奖金 它被视为两种层面的一个表达 一方面呢 它被视为住户对门卫的感谢 它代表了 很正当的一种小费 但是在另一方面呢 圣诞奖金 它还被当作下一年的服务的一个定金或者预付款 就我们可以类比说很多公司 它的这个年终奖 它可能是老板去根据它的主观判断去发放的 它不是平等发放 也不是按照绩效发放的 那它发这个年终奖的时候 它不仅仅结合的是员工今年的表现 它结合的也是对员工未来的表现的一个期许 也就是说 当我发给某个我心里的员工更高的工资的时候 我还代表着一种意图 这种意图是 哎明年你也要在这里好好工作 我很欣赏你 然后如果明年这个员工真的好好工作了 他就会觉得说 这是一种自己颁发年终奖的后果 那奖金在这里同理 就是本住户他首先会评估说 自己在门位这里去年得到了帮助的次数 然后去判断说自己对这样的服务是否满意 那接下来他会这笔奖金 他还会去预估说 下一年我希望得到怎样的帮助 如果我觉得 我下一年想得到你更好的一些帮助的话 那是不是他会 把自己的圣诞奖金的这样的一个金额去 稍作提高 然后 以减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焦虑 那在这样的一种交换中 圣诞奖金的交换中 其实反过来又把之前我们去提到的 就是门位说如何 门位如何用闲聊去平衡 他跟住户之间的阶级去打破了 也就是说当金钱被用于交换的时候 人们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某种变化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圣诞奖金发放的一个场景 那当你对你的门位的去年的一年的表现 你没有一个特别客观的评价 或者是你很少跟门位碰面 你也不需要额外的服务的时候 你如何去拿捏这个奖金的数额呢 那在比尔曼他们的研究中就发现说 其实住户跟住户之间 他们会互相探听 对方准备了圣诞奖金的一个数额 那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是 员工跟员工之间互相打听工资 打听年终奖一样 这个本身就对这栋楼 这栋公寓楼带来的一些紧张的一些焦虑性 那也有一些住户 他们很厌恶这种互相猜忌 对方给了多少生代奖金 我是不是拿的比对方少 那住户是不是 啊 门卫是不是明年就会对我更加的忽略 那这样的一些事情之后 他们干脆成立了一个合伙的机制 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然后去平等的发放门卫圣诞奖金 然后用来缓解自己的焦虑 那在圣诞奖金的整个的一个发放过程中 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一些互动 那给了比较多奖金的住户 他们会希望说得到一个门卫更好的服务 那如果门卫在第二年真的会 会 门卫在圣诞节之后 他们的服务真的带来更好的时候 那住户就会觉得 哦 这是我更多奖金的一个后果 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一个预言 但是圣诞奖金的重新 圣诞奖金的这样一个出现 它当然重新的创造出了 门卫跟住户的一个社会距离 跟社会阶级 它反而把我们之前的门卫 所进行的努力给浪费掉了 那在最后的时候 比尔曼也提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 在门卫的一个整个职业发展中 其实工会是对它有的很大的帮助的 那他们为门卫争取到了更多的福利 当然他们工会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腐败啊 各种这样的 各种这样的一些现象呢 他们也会对门卫的工作 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这里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说 当门卫 他们因为自己的社会福利不好 而想罢工的时候 他们会提前的把所有的 比如说电梯都检查好 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包裹都送到位置 他们以跟住户表明自己说 我是那个虽然我要罢工了 但是我还是会尽量的保持这段时间 不会影响到你们的生活的 那这个时候 住户也会对门卫产生一个非常 友善的一个举动 他们会在罢工期间去 给门卫送三明治送水 然后以展示对门卫的这样的一种支持 那这样的一些互动 在这本书中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体现 那整个篇章我们 可以还是稍微总结一下 其实比尔曼他就是从几个部分 比如说门卫 他是如何获得工作的 我们之前提到了 他是通过弱关系 通过一些引荐的机制 族人跟族人 亲戚跟亲戚 之间去获得工作的 那他们的工作体验 虽然看起来很闲 但是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事情 要处理 甚至他们要去用智慧处理 说自己工作看起来很闲 的一件事情 那由于门卫跟住户的一些阶级的差异 包括他们跟住户的物理距离很短 但是整个 他们的整个阶级属性却相距甚远的 这样的一些张力 去带来的一些很有趣的互动 包括当每一年发放圣诞奖金的时候 在这个小小的公寓楼 公寓楼会发生怎样的一些 跟我们的职场上都很相近的一些场景 包括是他们在为他们的工资而罢工的时候 住户是如何为门卫提供帮助 门卫是如何反馈给住户的 那在这样细密的研究之中 我们当然看到了说门卫 他跟我们的工作的一些非常相关性 我觉得这是一本还蛮有 蛮有趣的一个社会学的小书 当然他的社会学属性 包括他作为一门课的捷课报告的 这样的一个属性是非常强的 所以他的可读性或者是 趣味性可能没有那么强 对 所以我从中提出了 从中找到了这样的一些 我觉得是我们在进退两难的工作 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 是可以看到的一些 有趣的一些新的东西 那他可能也会对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 比较简短的一些分享 看看大家也可以有什么讨论和问题都可以说 感谢若南的分享 非常精彩 这本书其实我 这本书确实不是那么 那么通俗的一本书吧 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学的书籍 我是读了一部分 但是没有全部读完 里面也会涉及到很多社会学理论 当然它也建立在大量对门卫的采访之上 就里面的一些小的素材和小故事也是蛮有意思的 包括像刚才 而且其实你读这本书的话 就它这个题材选的还是蛮好的 它就选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日常 就大家可能平时也比较忽略的一个职业 但实际上你读完之后发现这个职业确实也很不简单 就可能比如我们平时其他的送快递 或者是那个做保洁的 或者是扫大街的 就这些职业看上去很简单 但实际上它可能也要处理各种各样的情况 然后它也要想尽自己的办法去提高这个效率 比如说像一些日常的工作 像这个日常整理 现在还有这种整理师 它那个收费也挺高的 所以就在这种日常的工作中 它其实你要精通或者要做得很好 也是很不容易的 对然后另外就是你从这个门卫 它的工作上也可以看出一些跟我们 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办公室的这种工作之间 也有一些相似性吧 就比如说这个工作量 它是一个不是平均分布的 就导致住户可能会觉得你在摸鱼 就像老板就老觉得你在摸鱼 然后给你安排各种各样的活 这个也可以跟我们之前读的 那个那个叫什么 Bushy Jobs 无意的工作那本书里面也提到过 就是说以前的这种工作 或者说不说是工作吧 就比如说干农活这种事情 它其实是有忙的时候和比较闲的时候 那个冬天可能大家就比较闲就休息 但现在这种工作基本上就相当于 那个老板买了你的时间 他定期给你发薪水 所以他就需要你每时每刻都在待命 都在干活 这样老板他才觉得不亏 但实际上你的工作也不一定就是 也不像一些 比如说在工厂里工作那样 你实际上工作是有忙的有闲的 其实这才是一个更正常的节奏吧 但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些冲突 然后你看门卫他这个工作 也是跟这种白领工作 他有类似的地方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 我那也补充了 门卫的记忆力非常强 因为他要 他不仅要记住 这个公寓里 他也得记住 这些来拜访这些住户的这些人 看看哪些是他们的朋友 或者亲戚经常来的 所以他其实在 在他规定 那个工作规定上 不是说就每一个访客 他都得去跟这个住户确认 但是如果都按这么做的话 其实也很麻烦 然后住户 住户也会觉得很麻烦 所以他需要去探断 这些访客跟住户的关系 如果不要近的 就可以 就是每次都要通知了 所以也是很厉害的 就这些看似日常的 这些工作 也做精通的都是挺厉害的 我现在看到书屏 还有说一个有意思的 就是 可能更多在国内吧 就是我们会 有点怕门卫 就是 门卫好像有一种 天生的 不怒自卫的感觉 然后他们也承担了一些 安保的工作啊 包括小孩子 他们就是 很 要躲着门卫的 因为门卫好像总会 告诉他们 这里不行 那里不行 然后我之前同事 他特别喜欢滑板 然后就是超级害怕门卫 因为门卫 总是跟他说 这里不准滑 就是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特别是在中国 门卫可能都是 五六十岁的大爷 但是你看到 他们出现的时候 你还是想贴着墙根走 就是 虎去一阵的感觉 感觉这种 就是管理属性比较强 而且确实国内外 这个也有差别是挺大的 一般我们国内都小区嘛 所以像这种门卫 它都是针对整个小区的 所以它跟 就它跟住户的关系呢 就有些比较大的小区吧 它跟住户的关系 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远一点 但是住公寓 确实也是不一样的 我看那个南方周末的采访 它里面也提到很有意思的 就是 纽约的门卫中 其实很少有华人的 就是几乎为零吧 然后 就是每一个工作岗位 他们往往都是 同一族群的人 比如说管理员是爱尔兰人 那他就会雇一个 爱尔兰人的门卫 如果是意大利人 他们就雇一个 意大利人的门卫 然后华人 他好像更多的是 比如说出租车的 这样的一些职务 或者是经营餐馆 或者是自住洗衣店的 然后每一个 这个族群 他们都是有自己的 一个固定的岗位的 也就是印证了 我们之前那种 弱关系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嗯 这个之前 之前好久以前 读那个 浙江村那个书的时候 也提到了过这个 那基本上 当时那个里面描述了 北京做服装的 基本都是温州的 然后还有什么 那个按摩的 那个是哪里的 反正都是 都是一种地域的关联 然后你在欧洲 那个开超市的 也是温州比较多 西班牙吧 还是哪 反正它每个地方 可能也不一样 那这个地方 我记得袁老师 那个里面也提了一句 就是说 就这种弱关系 可能跟强关系 还不太一样 就中国人可能 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种强关系的 比如说亲戚啊 或者是很好的朋友 这种推荐 然后 但是我找关系 可能是这一类的 但这种弱关系 它体现的 就是一种 更结构性的东西 比如说你是哪个族裔的 或者是你是哪个地域的 那可能你对应的 找的这个工作 可能就是跟这个地域相关的 它就更变结构性的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先到这儿 好的 感谢若男的分享 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 大家如果 参与更多的 我们的活动的话 也可以 找这个二维码 加我们的交流群 感谢若男的分享 感谢若男的rael